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不会从中捕捉到一些热点或者一些有趣的事件呢 我看到整个记者会大概持续接近一小时48分钟左右 比李克强2013年第一次记者会大概要短个十几分钟 但是回答了这些问题或者说跟记者的交流 反映出这是一场最没有创意 光化 套化 简直就是一个书记在做报告 所以说让我应该说非常的失望 但是我还是要说呢 这一场记者会啊 还是中共改革开放以来最奇葩的一次记者会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各位且听我道来 第一啊 没有西方主要媒体提问 甚至我怀疑没有让他们参加 因为我看到的面孔大多数都是中国人的面孔 其实西方记者很少 提问的外媒也是被严格控制 并且我们都不太知道 比如说美国消费者 新闻与商业频道 新加坡联合早报 乌治别克斯坦 人民言论报 也就这几个外媒 其他的央视 人民日报 新华社 凤凰卫视 还有所谓的什么假外媒 什么中什么卫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他跟之前的记者会啊 确实出现了很大的不同 甚至出现了颠覆性的不同 也就是体现出了一个中国跟西方跟国际社会正在脱钩 我相信呢 这种记者会可能到了最后 就完全人为没有外媒了 全部就是中国的党媒 所以这个会还有没有必要召开 其实意义也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回想总理的记者会啊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 中共党史啊 或者说在中共的政治史上 还是有它的意义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可以分析其论总理的记者会 就可以看出端倪 比如说赵紫阳的记者会 朱龙基的记者会 温家宝的记者会 可以看得出啊 开放程度最大的 应该体现在赵紫阳 朱龙基和温家宝 这几个记者会呢 外媒云集 并且回答的问题主要就是对外媒 你看那个赵紫阳的记者会 他不是说坐在那里回答问题 他是记者围着一排 而赵紫阳呢 非常轻松的 跟他们站着一个个的交流 非常有创意 也非常轻松 很国际化 朱龙基的记者会呢 也是火光世界 金句不断 比如说一百口棺材 九十九口留给汉光 一口留给我自己 还是给人来一震撼 虽然呢 并没有兑现 在温家宝的记者会呢 可以叫做文采飞扬 他引用了很多古诗词 这个呀 对老习来说那就难了 因为通三宽一 宽龙他就说成通三宽一 这个比较难 但是温家宝的记者会呢 虽然语速啊 确实慢一点 因为他在思考的过程中 但是他这种文采 并且呢 他提出了改革 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一直在呼吁 并且还说出了 政治体制改革能否成功 关键在人民的觉醒 哎呀 这个话说的就很重了 如果放到今天就是反党 所以这个几任记者会 到了李克强那里了 我发现外媒啊 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但是在他第一次记者会上 也有美联社 法国费加罗报 和俄新社的记者提问 到了李强这里好 铁光楼 都没有什么外媒 你像CNN啊 BBC啊 法国的这种 这个报纸啊 还包括英国啊 是吧 等等这些大报媒体 几乎都被拒之门外 所以看得出 谁在脱钩 其实记者会 就是一个风向标 还是否继续改革开放 我们就看这个 记者会 实际上外媒记者 是越来越少了 同时我们发现呢 这个 为什么他 会这么 越来越排斥西方记者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 也就是中国啊 目前在国际上 比较孤立 所以呢 他非常担心 或者他已经认为 这些西方的媒体 就是海外敌对势力 会跟他提出难堪的问题 而李强可能 很难招架和应付 那就干脆 把那个推子门外 避免尴尬 第二个特点啊 就是没有涉及到重要的问题 这场会啊 几乎都是准备好的 因为你都是国内党媒的提问 李强当然知道他们问什么呢 所以这些问题啊 他都是有精心准备的 所以说出来一些数据啊 和东西 实际上呢 他远远不同于 我说的之前的 这些总理的记者会 那么一种精彩分层 没有 他故意的忽略了 目前的热点问题 因为如果让外媒来问 当然就会问到很多东西了 比如说 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啊 国进民退的问题啊 疫情防控和解封 到底中国感染多少人 死亡多少人 病毒的溯源问题 美国刚刚啊公布 可能就交战 这到底你现在还 是否坚持武统台湾 也是问题吧 再其次 就是少数民族问题 人权问题 香港的人权 维吾尔 人的人权问题 现在是否还有 百万维吾尔人 被关押在集中营 种族灭绝政策 是否得到了改正 这些都是热点的 中美之间的间谍气球问题 中美关系问题 中印边境冲突 芯片出口问题 俄乌战争问题 中国提出来两个 关于俄乌战争 一个是原则立场 一个是十二点 他的声明 这个里面呢 中国似乎想扮演一个 和平调解人的角色 马上习近平也要访问俄罗斯 这个在西方媒体上 已经披露了 很有可能就是 下周吧 就要访问俄罗斯 甚至还要跟 泽连斯基对话 这些都是大家 关注的热点 中国到底是否 虚众了军事武器 但这些问题 要么一带而过 要么敷衍了事 要么根本就不提起 什么武器问题呀 间谍气球问题呀 病毒溯源问题呀 台海战争问题呀 少数民族问题呀 芯片的问题呀 间谍气球的问题 一概排斥 没有交锋 没有乐点 有意思吗 涉及到外交问题了 李强还来个绝招 叫做这个秦刚外展 已经召开记者会了 所以我就不再追续了 那就让我们产生一个怀疑 就是说目前的外交部 是否还离属于国务院呢 按照目前秦刚市 飞速的发展 先任这个外长 后任国务委员 就成了副国级领导人 就成了副国级领导人 他这种火箭式的提拔 也让人感觉到 可能老习也不让 李强管外交了 你叫老老实实 做好国内的事 就得了 所以李强也就不谈外交的事了 是吧 因为这个记者会 完全给人感觉 就是一个老书记 在做宣传 传达党的 十二二十大会议精神 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党媒就是党媒的提问啊 李强也是大耳化痴 他几乎拿不出具体的对策出来 这也是很奇怪的 是吧 每次历史记者会 都还有一些政策 哪些主要的办法出台 比如说李克强还提到 互联网金融啊 还提到货币的宽松量化呀 这些对李强来说 根本就不设计 所以说这个就很大的问题了 也就是李强 可能也搞不懂什么叫金融 为什么还把几个财政部长 人民银行行长易纲 还有都把几个 重要的部门扭论了 他确实搞不懂 这就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就比如说民营经济的发展吧 你看李强是怎么回答的啊 他是说 两会期前 习近平总书记 看望全国这些委员时 就说了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高质量发展 他做了深刻的阐述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广大企业家 深受鼓舞 深受激励 都很整分 那么你作为一个总理 你怎么支持 民营企业呢 习近平是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 但是具体的国务院怎么体现 拿出什么样的金融政策 或者产业政策呢 没有 都没有 他提出了三个啊 他说了就是毫不动摇 两个毫不动摇 就是对民营企业 民营经济 是长久之策 不会变 第二呢 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 会越来越好 空间会越来越大 第三 时代呼唤民营企业家 谱写新的创业史 你这叫总理的记者会吗 这就是你拿出的政策吗 整臂口号一轰 这个叫什么 红旗迎风飘 凯克冲云霄 你这能解决问题吗 天哪 再一个谈到经济 这个经济他要怎么说呢 他说世界经济的发展 不容乐观 不稳定 难以预料的因素多 再加上中国经济的总量 赢突破120万亿 基数高 挑战多 所以5%的目标 这个GDP增长不容易 需要加倍的努力 但是最近两个月来 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一些反弹 一些国际组织 也调高了对中国的预期 他说了一句话 长风破纳 未来可期 听了以后 我真是拔凉拔凉 那就是这样抓经济 经济怎么抓 第一 货币财政政策 你怎么 有哪些变化 你是宽松量化 还是收紧 未来的利息 是否会上扬 还是会减低 是吧 这是财政金融 产业政策 会进行哪些调整 怎么解决 中国结构性的问题 怎么解决 中国地方债货的问题 怎么对待 房地产的问题 所以我说 那还不如我上去 是吧 我上去还可以谈这些问题 这个李强 哎呀 我真是着急 确实着急 好 我们谈疫情 哎呀 疫情 大家知道 李强在上海封城期间 这是一笔血债 多少人因为 这种残酷的动态心灵 导致家破人亡 哎 到李强这里 别 他是这样说的啊 疫情三年 中国人民呢 在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病毒较强的时候 果断实施 以内甲管 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 也为疫苗和药物的研发 接种 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随着病毒致命 弱的减轻 防治能力的提高 我们要进行了 以内医管 中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 实现了疫情的平稳 转断 恢复了正常 很了不起 实践证明 我国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完全正确 防控成效巨大 你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是吧 从武汉封城起 就是在制造灾难 不是说不能封城 封城是可以的 这是隔离措施嘛 但是有必要采取 如此盈控的封城措施吗 那么你在封城的时候 你考虑到了那些 突发疾病 这个癌症患者和疗毒症患者 他们怎么活下去 是吧 我曾经说过 我的一个好朋友 就因为回来得尿毒症嘛 每周到医院去透析 好 突然封城 不让去了 最后怎么办 就活活死在家里 这都是血债 怎么成了 这个疫情病毒 叫保护人民健康呢 那么三年来 你突然一夜放开 当时的现状是什么 药品退烧药都买不到 医院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 十几亿中国人感染 有上百万 甚至五百万中国人死亡啊 这是一个巨大的人类灾难 你怎么能够说 这是巨大成果 完全正确 这是完全错误 你那放开 是你转弹形成的吗 你当时放开的时候 你说过转弹的问题吗 不就是白纸革命 疫情控制不了 经济hold不住 所以说啊 这个李强 他也只能是习近平的 这种吹鼓手 合唱队的 一个领唱而已 再谈到中美关系 这很重要啊 因为习近平第三个任期 你要发展经济啊 你跟中美关系 要逐渐的恢复 怎么做呢 李强要怎么说呢 李强说当前最重要的 就是要落实 习近平跟拜登啊 去年11月份 在巴黎岛达成会晤的 一系列共识 建年气球怎么解决 芯片问题怎么处理 这个中美之间的 这种贸易战 何时结束 没有 他也说了 有些人在吵 脱钩嫩 有些人很热 但是我想知道 到底有多少人 能从中受益 中美经济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并且说了 他在上海工作期间 很多外企都告诉他 中美应该合作 这个合作是大有可为 唯独打压 对谁都没有好处 那你就这样 评价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和缓 那中美关系的 增结在什么地方呢 对不对 你如果不改善中国的人权状态 你如果不改善 这种不公平的贸易政策 你如果不偷窃美国的 科技和商业技术 你如果不缓解台湾的问题 中美之间无解 仅仅说一句打压 那人家为什么要围堵 要打压你呢 如果不围堵打压你 是不是就已经把台湾给占了 就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然后说到台海 这是个重点 是吧 你到底台湾政策是怎么样 你想很简单的 因为习近平已经说了 那就跟习近平说了办 两岸同胞一家人 血浓于水 打荡骨头连嘴金 那是不是你就放弃武童台湾的呢 你既然说血浓于水 那你怎么还能够 人家不愿意统一 你就用导弹去杀人呢 没说 那谈了九二共识 要让更多的台起来大陆 那人家敢来吗 是吧 你到目前这种状态 人家跑都跑不赢 还敢来吗 所以说也没有回答 也没有回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李强这个记者会 基本上就没有价值 浪费时间 连老生常谈都谈不上 如果是老生常谈了 你总要谈一件 东西出来吧 他没有 所以说这个记者会 其实不开眼罢 那么我说了 就是体现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记者会 其实也是一个风向标 它体现出 在习近平时代 已经实现的党政合一 既然党政合一了 那还要政府干嘛呢 李强对国家的发展 几乎没有想法 他说了 二十大是蓝图 他的工作呀 就是将蓝图变成 施工图 习近平的话 就是蓝图 我就具体做就完了 别说这个定位 我觉得还很好啊 说出了实质嘛 你就不是这个事嘛 习近平就想做了 党领导一切 党来管经济 管政府 管社会 你政府具体的 跟着我做就完了 如果是这样 那还要政府干嘛 干脆两者合一 还省了财政 纳税人还省了一笔钱嘛 我们可以看到 在毛时代 其实周恩来还是有 比较大的行政话语权 很多具体的事 都是周恩来在做 在邓小平时代 举张党政分开 政企分开 这是有明显重要意义的 到了江湖时代 继续 虽然在胡锦涛的后期啊 开始走向 一种比较保守的 一种倾向 但总体来说没有 在习近平跟李克强的 前十年 政府的权力 被习近平以各种名义 收缩 然后政府呢 但还是有一点点空间 所以说才出现 李克强可以通过这些缝隙说 中国人还有六亿人 每月收益 只有一千元人民币 还可以表达他的一些想法 还可以说 长江黄河不会倒流 但是到了 新的习李配的 就是 李克强 习近平跟李强的配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 是这些都没有了 就是党政合一 李强的定位 就是服从习近平的领导 完成习主席 交办的任务 我就是一个跟班 而我就是一个臣子 我的任务就是服从 所以说 可以说 中国的总理 到了李强 几乎 不能称之为总理 因为你没有行政管理的职权 那你怎么能够称之为总理呢 你是严重的违宪 宪法交给你 政府的权力 你被习近平拿走了 然后你屈从这种体制 那你不就是违宪的吗 李强啊 所以他这个定位应该说 还是比较准的 那么我们反观路透社说 李强跟习近平对着干 坚决要求放空放松 实际上就是 习近平这一派系 通过外媒来释放一些信号 目的是为李强的上任 跟他涂脂抹粉 这种现象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就是在十八届的时候 你习近平即将上位 为了担心 温家宝会有什么作为 就通过纽约时报 就刊发 就是关于 关于温家宝家族的财产问题 所以他们这一套东西 都还是比较娴熟 只是在之前呢 他可能利用 比如说江派团派 在多维 多不是旺维 多维 上进行报道 比如说让习近平 对他十年执政进行检讨等等 反映了党内不同的声音 但是共产党的派系 利用海外媒体 已经做得很娴熟了 我相信 也说个预告 我觉得在习近平第三个任期 海外的媒体会有大的变化 这个大家拭目以待 好 我们说最后一点 那么这一次记者会 让我看到的是 邓小平时代的彻底终结 习近平迈向了他 极权主义时代 因为记者会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风向标 通过记者会 我们可以看出 从赵紫阳 朱隆基 温家宝 李克强 再到李强 第一 外媒越来越少 原因是什么 就是说他预示着什么呢 预示着中国对外 开放 门是越关越小了 而不是越开越大 也就是说 中国跟世界在脱钩 如果是一个开放的时代 西方的外来的就会很多 而今天的记者会 已经早就很难看了 都是党媒 都说普通话 未来连翻译都不要了 是吧 所以说这是一个 就是预示着改革开放的终结 其次呢 叫政府话语权势越来越少 赵紫阳时代 你看 风流提倡 对达如流 轻松幽默 树隆 也是很有个性 画也很有个性 是吧 你摆一口棺材 然后呢 知情语言也很丰富 温家宝时代 虽然语速慢 但是呢 文采飞扬 同时也敢于触碰 一些敏感的话题 到了李克强时代 不管怎么说吧 对答如流 同时李克强的思路还提出来了 在第一次记者会上说 我们要发挥市场这只手 有点市场经济的理论 最终也被称之为客强经济学 当然李强这里啥都没有 就像拖一五一样 拖到最后就赤裸裸了 没有了 是吧 一个多小时的记者会出了翻译一半 接近有四十多分钟 这四十分钟你说了啥 最后就是前途一片光明 我们只要跟随习近平主席 总书记的步伐 我们的中国乘风破浪未来可期 这就是记者会嘛 你透露什么信息了 解答什么外界的关切了 没有 就像一张白纸一样 嘿 这李强不比也白纸革命 这个是很有意思啊 然后个性化的语言 语言是越来越少 基本上就是习主席指示方向我照办 我就是习主席的一个秦务宾 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从魅力四射 到今天的近落寒蝉 唯唯落落 我们可以说 别了 邓小平改革开放时代 别了 总理 记者会 寒冬已至 我们要做好 过冬的准备了 好 观众朋友们 今天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着聊 明天咱们接着聊